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没有监控 没有物击 案件侦破 困难重重 因为在事故发生之后 车辆假设认优异 离开那监控套 事故现场残破的反光镜成为唯一的线索 它有个脚前还有个原意 这个分光镜找谁后应该是个脚子 应该是个脚子 以静巡车 以车找人 找到的会是谁呢 这啥哥 我可以 我可以 多也没事 没事 你要没事 我知道 遗留的反光镜 今日说法即将为你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2021年10月20日晚上19点 河北省邢台市居住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 在城郊的一条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接到报警后 警察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案发地点是一条乡村公路 现场有一辆拖拉机翻倒路边 在拖拉机旁边有一滩血 报警人告诉警察 他经过这里的时候 看到拖拉机倒在地上 拖拉机上的人受了伤 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伤者已经被急救车拉去的医院 没有监控探头 没有目击者 这给事故的调查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但在仔细勘察后 警察还是找到了一些东西 拖拉机后 前面的是一辆拖中机 我们在拖中机上发现了被撞击的痕迹 拖中机上套了骨 给被撞击循环 拖拉机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它不是自己翻倒 而是被其他的车辆撞击才倒地的 在拖拉机的附近 警察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线索 拖拉机不远处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碎的黑色反光镜外壳 还有一些洗碎的塑料碎片 这也更说明事故险上出现过其他车辆 很明显反光镜和碎片 并不是这个拖拉机上的 那么它就很可能是来自撞击的那辆车的 当时我们派对写上曾发生过追尾事故 拖拉机被追尾后翻倒在地上 在转翻了拖拉机之后 转他的那辆车已经离开了写上了 经过现场勘察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没有监控 没有目击者 当时警方能找到的线索 只有一个反光镜和一些碎片 在勘察完现场之后 警察立刻赶到医院 向伤者了解情况 伤者赵先生今年70岁 当时他正在救治当中 他的家属也在医院 当时伤者正在枪用当中 没有办法阻止役路 伤者的儿子也在医院 事故发生后 我们很快到达写伤 对写伤情况比较了解 所以我们就先询问了他的儿子 赵先生的儿子 向警察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东西 是开着拖拉机去播种小麦的了 然后正好是赶秋收 那边有亲戚完了之后 就去帮人家播种一下 赵先生的儿子说 当天傍晚赵先生开的拖拉机 去地里播种小麦 18点30分左右 他行驶到事发地点的时候 后方有车撞了上来 后面来的车 直接顶到这个播种机上 然后直接把这个拖拉机 顶了一个顶朝天 然后人特别幸运的是 没有杂照其他的地方 意识也比较混 但是爬出来了 正好也赶上一个好心人 完了之后帮着扯了一下 然后给蹬出来了 当时一位好心的路人 帮着报了警 还帮着通知了赵先生的家属 然后我当时也就是 离那儿有个五六公里 然后赶紧开车过去了 过去之后就发现 这个拖拉机 整个我已经看到了 就是四脚朝天 然后满脸是血 这个流的身上也是 然后当时也就是 特别特别的难受 然后捂着胸口 在这儿在蹲着 当时就是能蹲着 整个这个方向盘顶的 可能压在这个胸口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幸好是没有太大的 这个损伤 否则也爬不出来了 经过医生诊断 赵先生多处肋骨骨折 面部裂伤 没有生命危险 但需要留院观察 当时也是全的 全部蒙了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 就知道这个 这个拖拉机怎么 突然之间翻了 然后什么情况 具体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当时 整个蒙了 赵先生的儿子告诉警察 父亲被撞后 撞他的那辆车 没坐任何停留 直接开走 由于当时事发突然 赵先生自己 没有看清那辆车的样子 赵先生的拖拉机 被带回了交警大队 警察再一次 仔细检查车辆 当时我想闹着 一族 一族走着我 一族就是 就这么干的 这么干的 是吧 我想撞肩后 等往上 等往上 这都有别的 一撞后 这走就这样 我真厉害 是吧 真厉害 他撞绝我 这个地方都是一样 拖拉机被撞的位置 是微部的不中级 如果是打火车撞过来 是不会撞到这个位置 应该撞到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派对 撞他的应该是一辆小脚车 拖拉机被撞的部位 是在车的尾部 从撞机部位的高度来看 警察认为 撞他的应该是一辆小轿车 除此之外 在拖拉机上 找不到其他的线索了 因为案发现场没有监控 没有目击证人 遗留在现场的 黑色反光镜和那些碎片 成了案件侦破的唯一线索 这就是在现场 留下来的反光镜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反光镜的颜色 判断他这个车的车身 然后可以在这个 反光镜上的标志 也可以判断出 它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 应该是一个黑色的轿车 是个老式的 可以判断出 它这个年 年约比较比较长了 它这里边也有生产日期 大概是04年左右的 具体是什么样型号的轿车 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去调查 通过这个反光镜 警察判断 照示的是一辆黑色的轿车 而且应该是一辆老款的轿车 虽然案发地点 没有监控探头 但是在距离中心现场 南北一公里处 分别有监控 这一间以后 两个监控 也许能拍到那辆照示车辆 现场位于 管理下七公里处 根据事故 现场三落五 跟车辆碰撞痕迹 当时只有一辆拖拉机 拖拉机是微部首孙 所以在排队 这两辆车 都是顺内往北走 然后在这发生这种事故 根据在地图上显示 这是事故发生地 在这个事故发生地 背底又一处监控 距离事故发生地 另一公里 那边又一处监控 距离事故发生地 三公里 写昌周围是没有监控的 所以说 在现在插着这辆车 再就得通过 下游监控 去缩定这辆车 根据写昌 一流那个翻光景 照响痛特整的车 赵氏车辆打大事故协程 必须要经过那边的监控 他离开这协程 必须经过背边的监控 所以当时我们特别有信心 一定能在这辆监控中 照达这辆车 当时赵先生 是由南向北行驶的 那辆车是从后面撞到他的 也就是说 撞他的车 跟他是同方向行驶的 也是由南向北 警察首先查看了 北侧的这个监控 调取了 案发时间之后一个小时 这个监控探头 拍摄到的所有内容 寻找反光镜 有缺失的黑色的车辆 我们本来以为 在背边监控中 一定能照亮那辆车 因为对方的车 翻光景缺失 转机痕迹特别明显 在监控中一定能发现 但是我们查很多别 还是没有照照 说明这辆车 没有经过这个监控探头 经过分析 这条条 想被查处比较多 这辆车发生交通事故后 用心逃逸 通过某个查处 逃走来 警察反复观察 并没有发现 后视镜缺失的车 案发的路段 是乡村公路 有很多的分叉路口 通往各个村落 警察猜测 警察猜测 嫌疑人很可能 还没有行驶到这个监控 就沿着某个乡间小路离开了 因为在事故发生之后 车辆假释人 优移 比开那监控头 所以他在对 赏右监控 进行屌区 警察调整了办案思路 既然案发后的监控 没有拍到照射车辆 那么去查查案发前的监控 找出案发前半小时 经过前方监控的 所有黑色轿车 案发时间正值傍晚 过往车辆较多 再加上监控画面 清晰度不高 查找起来 是有一定难度的 当时我们写的 非常照记 因为寻找找出车辆 其实就跟事节散破 事节驼越畅 这辆车套了就越越 舱里也就越深 找到它也就越内 所以我们必须抓紧事节 相近一切办法 照照这辆车 我们当时 反夜顾不上时 睡夜顾不上河 因为事节太紧张了 我们就是 亮眼一直顶着这屏幕 不反过任何一辆车 警察通过 对过往车辆的反复查看 找到了相关时间段 经过该监控探透的 所有黑色轿车 在吊去了 三四百辆车的照片 根据那个泛光警 在是排断了 它是黑色轿车 根据这个事故 发生相关时间段 在它过车的路向 都带了事件 然后根据几个事件段 有三四十辆黑色轿车 虽然警察缩小了侦查范围 但是这么多黑色轿车 哪一辆才是照示的呢 这就是大灯上面的 对吧 这应该是列级这个 赋光警的地方 你看它这个大灯上面 还有这个批号 你看它这个车 看它到底是个约翼什么 还是脚车什么 它这有号 什么样的美性车 那有这个号 对 然后它这有标号 因为缺乏汽车方面的专业知识 对于车的品牌 型号和牌照号码等关键信息 警察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他们带着反光镜 以及监控拍到的黑色轿车的照片 找到了专业人士 您好 师傅 这个应该是脚轮痘的 我想问一下 你看你见过 比方看我脚轮车 它是什么样的扯轻轻 没的没好 它从里头在这不是有那个 这标号 甜的甜 它一个是什么样的茄 是脚茄还是鱼烟 破茄还是赫紫来 看起来是脚车 脚车是吧 对 这么吃就 看不见它是郭产的 还是赫紫车是吧 看不见 你看一下几个 几个反光镜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雷性的鞋 是黑鞋的脚车 还是鱼烟 想说脚车 脚车 你看它是郭产的还是景观 那确定一下 它是什么拼盘的吧 看是 不想什么高鞋 是吧 师傅 你看它觉得 鞋是什么样的鞋暗门来 这个鞋 铁鞋上官大学的鞋 鞋应该是个 这个牌甲是过铲的 应该是个过铲鞋 啊 它这表情是个过铲的 是吧 这个过铲就牌甲是鞋的 铲的 是吧 过铲 过铲 0.7年 0.7年 然后这鞋应该是铲铲的 哦 它有个铲铲还有个铲银 这个分合定 打销应该是个铲铲 应该是个铲铲 那你具体的学习上 它有个铲开始 什么样的一个星床 什么样的牌子呗 这铲 这铲应该是个过铲铲铲 过铲铲应该 不是鞋带 不是 背景鞋带 我觉得是什么 铲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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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铲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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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铲�铲铲铲�铲铲铲�铲�铲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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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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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轮我一队脚车 看着照片里面 你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可以是吧 对 看是九个 OK 九个 九个 看几个 九个看着这个 还不行 你看这个脚车是吧 看这个脚车 九个 九个 九个看着 它有鞋 我觉得照片比较想死这个 其实你看它这个 啥还得起来就是吧 我觉得说 应该就是鞋鞋 就是个软鞋 软鞋鞋 就是个黑小的脚鞋 对 然后拿着那个 显长E6那黑色翻光桨 跟紧风扣那碎片 去一个修车 十分一个修车 十分 他们一开始 一是说法会议 他们在这也有初步的意见 就是说 这是一个漏块的车 然后在拿出这个 卡丘的照片之后 是吧 他一排断排断 即将共同指示 这一辆车 嫌疑最大 一辆这个 荣威五五零 黑色轿车 有重大嫌疑 通过现场 遗留的反光镜 警察判断 这是一辆 黑色的老款轿车 通过调取 相关时间段的 监控录像 警察将目标 锁定在一辆 黑色的 荣威五五零上 那么这辆 荣威五五零 是否就是赵氏的那辆车呢 警察立即调取了 这辆黑色荣威 五五零车主的信息 却发现 该车是挂靠在 某公司的名下 车主的信息 早已无迹可循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警察认为 在赵氏之后 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匿 赵氏车辆 销毁有关证据 所以必须尽快找到车 但是车主信息 已经找不到了 那么接下来 调查工作又如何进行呢 专案组进行探讨之后 确定了新的办案方向 后来了 就是通过 在这指挥交关系统 确定处理他 位长的嫌疑人 找找了之后 然后 一开车认识 奔底了 警察查看了 该车之前的违章记录 发现为该车处理违章的是一个李某 人口信息显示 李某今年49岁 是邢台巨路县本地人 警察认为 此人有重大嫌疑 在得到了这一重要线索之后 警察赶到了李某的住所 警察不处理 你拆了一声呗 不冷啊 你脚上磨刷 你脚上磨刷 这人对师傅可了 你这师傅有个车是去路地 是吧 那鞋在哪呢 你这车来 找个开去 一个师傅 你小玩来 我小子 你上个师傅 你上个师傅 你上个小子 这车就是出师傅 去老师傅 他起来之后 我还问他就是知道为什么来找你呗 他就说知道 因为交通事故 他问他车在那儿了 他说就在院儿呢 好 过来 过来过来 过来 这哪儿出事故啊 这这这 哪里啊 什么地点 这啊 跟什么出事故啊 知道吧 不记得了 上地方就说是肥子嘛 不是这个肥子嘛 在李某的院子里 警察找到了一辆黑色的荣威550轿车 车头严重破损 挡风玻璃破损 警察把车带回了交警大队 仔细勘察起来 车前部损坏 特别厉害 前面那个紧风扇 紧风钩也损坏了 尤其他那个翻光景也掉了 警察将现场遗留的反光镜与这辆车进行了比对 发现两者完全吻合 那个破碎的反光镜正是这辆车上的东西 同时 警察也把现场遗留的其他碎片进行比对 发现这些碎片也属于这辆车 然后就确定了他这辆车跟这个驾驶人 是事故发生的时候 车辆跟驾驶人 警察对李某进行了询问 面对证据 李某无法抵赖 他交代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李某说他平时在工地上干活 10月20日傍晚18点多 他下班回家 在行驶到案发路段时 着急回家吃饭 他车就开得非常快 当时李某不断超车 而且车速过快 在于迎面行驶来的车辆汇车的时候 他没有来得及反应 向右打了一把方向 撞到了行驶在自己前方的一辆拖拉机 撞人之后 李某没有停留 开车逃离了现场 当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停车 而选择了这个逃逸呢 我认为没事 我招机回去吃饭 想我改后来 我没下车 你认为没事是吧 没下车 按照李某的说法 他知道自己撞了人 但是认为应该没什么事 就开车离开了 显然李某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他的车前部破损的那么严重 反光镜都撞掉了 可见当时的撞击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他不可能感觉不到事情的严重 刚开始李某没有外圈说试会 他就光说因为自己太饿了 着急会假 也没感觉到撞得多么严重 所以就离开现场了 但是他说的话 外圈不符合厂议 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就告诉他 证据都搬在面前了 你应该说实话了 你应该去面对自己错误 而不是逃避和贬接 警方加大了审讯的力度 他终于说了实话 还有别的理由吧 反正在这关注过县线 也没 也发生也给不了啥钱 原来李某认为 自己的车只是上了交墙险 他担心撞人之后 可能要面临巨额的赔偿 他怕自己负担不起 于是就选择了逃逸 在调查了整个事故的过程之后 刑台市巨路线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 出具了事故责任人电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 第92条规定 发生交通事故后 当事人逃逸的 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61条规定 当事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 逃逸的承担全部责任 因此在本案中 李某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赵先生无责 那你现在知道 赵氏逃逸的后果了吧 现在知道后果 目前嫌疑人李某 已经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当中 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社会里面 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样 造势以后逃逸的这种现象的发生 实际上就是这个造势者 一个是他的口拒的行李 那么他觉得他会承担很重的 这个法律责任 负担不起如此担重的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呢是造势者的这个一个 我们说是他的一个叫侥幸的行李 他会认为啊 在这个此时此景的情况下 由于没有其他目击证人 可能不被发泄 所以能够逃掉相应的这个 临时责任 乃至于行事责任 实际上这种行李呢 在现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 在信息化的社会 那么造势以后不被发现 这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因此呢 大家不要存在这个侥幸的行李 那么造势以后应该积极的 然后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 包括保险 包括这个博大120 然后对这个受害 杀害的人进行积极的救助 对于司机来说 应当偷这个保险 那么虽然有交叉险 交叉险但是呢 他的这个 所谓的配偿的数额较低 在本案中呢 这个造势者 他是给自己的车 偷了交叉险 但是他没有偷商业险 那么因此呢 他是担心 交叉险不能涵盖全部的手 是自己要承担大额的损害配偿 这种所有才逃逸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建议司机呢 还是要在交叉险之外 要买一个一定数额的这个 第三者责任险 那么因此能够承担 造势以后的全部的这个 赔偿或者是大部分的赔偿数额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第三者责任险的这个 数额呢 就是保费呢 也不是很高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 缴纳各种各样的保险 那么在一个风险社会 无处不存在的风险的时候 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来分这个化解我们的风险 当然呢我们想 我们在这个交叉险的方面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改革的这个余地 那么提高交叉险的这个赔偿数额 因为害怕赔偿 李某选择了肇事逃逸 但逃跑解决不了问题 该负的责任根本逃不掉 其实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 都是个意外 意外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是在意外发生之后 我们的态度和处理方法 发生了事故 不要逃避责任 要正确去面对解决 不要等到受到法律的严惩后 再追悔莫及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文广播电视总台 也是中文频道 接下来能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